三十分钟一张 这些都是在老师那边训练单位里面 学生所画的练习作业 那么从草图彩色出稿到精致稿 有机会老师可以帮帮你们训练一下 因为将来考一级的时候 也是草图、色稿、精致稿都要绘往 甚至到外面业界要用电脑绘图画到跟真的一模一样 所以老师认为要成功的条件 应该技术要很好 速度也要很快 创意也要很棒 这三个都缺一不可 是欢迎你们来的 那么以前老师跟各位也是学科、素科 都是职业学校的学生 那么老师以前你们班还算是升学班 升学班在能人这边算是超强的 对不对 那以前我们也是升学班 但是我们班是超过的 我坐在第五台理事会 那我们老师很严格 我刚才讲很严格 我想我看你们老师都很慈祥 你看这么用功的老师还会做纪录 很棒啊 很尴尬 对不对 那么我们以前老师第一堂课进来 根本没有跟我们问什么 就叫我们左脚伸出来 我们也不晓得为什么伸出去 但是他伸出来以后 只要你皮鞋没有插 他就开始踩你的皮鞋 踩了两排以后后面的六排狂插 就血量全班一下就干净了 这是我对他第一个影响 第二个影响是 他在坐椅子之前 那他手发擦干净再走下来 还有洁癖 我们改作业都还没有改 他就先把袖子拉起来 把那卡子刺他那皮鞋尖不尖 不尖 不尖 连画面都还没看就飞出去了 我们还要去捡回来 捡回来 他说这么难你还捡 还又丢出去 那个时候是以前的 所以我们很严格 那老师每一个都很严格 但是这个袁师啊 能不能出高度 我相信 在学生的时候 我被他打了十三个耳光 很惨啊 你想现在老师他敢打 骂你猪头就要上法院 所以很难 但是我们以前被揍了 是理所当然啊 有一天我们在黑板上乱写啊 明天陈老要带什么 明天翁老要带什么 因为写边写边 开玩笑开始画漫画 画得很开心 就开始画箭头一直射 射到他就哈哈 共同大笑 五六个就上来越画越多 画到整个黑板都是满的 莫了一合 我们听到熟悉的皮鞋声出现 瞬间四个人冲回去啊 我还在 犹豫到底要插黑板 还是要冲回去 但是已经快到教车前门口了 如果是你 你要怎么样 继续画 要吗 你要继续画 对 我要继续画 跟老师对抗 这样吗 结果呢 那个时候我也很紧张 我想通被系的这位学员 所以我也冲回去 这老师很严肃啊 竟然看到黑板花那么多 他的名字就特别大 于是就把考试卷收起来 用了很慈祥的表情问我们说 同学这是谁画的啊 谁跟早晚没一个吓死人 一直瞪着他 没有人啊 他就开始拍一半 这谁画的啊 你是要押手吗 正在问了之后 你是不是押手 拼好拉 还是说 这谁画啊 我就弹起来了 全班就直播一下 弹起来了 我全班大包吓 他就走过来说 你笑什么 我说 没有啊 还没讲完以后 就啪啊 一个口网就过来了 倒下去了 气得败死又我拳头 你在干嘛 你在干嘛 啪啊 又一下 总共来回来好几下 我那时候很生气 就不小心把书包跟椅子都扔出来了 就这样两大拨两甩拨被退学 刚开学就被退学 我还算很孝顺啊 不敢打电话跟妈妈讲 打电话跟阿姨讲讲 阿姨来去要办退学 阿姨疯了 开学就退学 把妈妈打电话给她 给我妈妈生意不做的 冲到学校来啊 当着那么多的老师面前 少年给老师看 打得很凶啊 那老师 不要再打 不要再打 我看他也没有这个医院留在这边 是不是我们建议他转学好 爸爸听他转学 打得更凶 打到流离血了 那老师看傻眼 那一直问 最后呢 一直打到最后呢 我爸爸把我偷偷偷 一直偷 跟老师在拔河呢 不要再打了 好喝啊 最后让 让你这样留下来两大货两小货 那爸爸把我偷到走廊去 那老师吓死了 以为要要走 不是 偷到走廊以后是老师 第一次游戏来看到爸爸流眼泪的时候 偷我出去以后立刻 哭了 赶快拿衣服塞到我的鼻孔 一直留 我就一直看他 然后爸爸就一直哭 他说我不是要故意打你 我们没钱没事 我们只好 重点让老师 不要平息他的怒气 因为爸爸没听过说 坐下来 但是呢 我看他一直流眼泪 又余心不忍 那时候是我第一次看到爸爸哭 就这样被留下来两大货两小货 所以每一个老师进到校舍来 第一堂课就会 哦 你们班有一个陈同学 优秀呢 会丢椅子呢 每一个老师都认为你是坏学生 所以那时候有点自暴 自信哦 但是 突然来一个上课的新老师 就跟这位新老师一样 对不对 以前我也没看过这个新老师 今年的新老师 那我也是第一次各位也没看过 所以我就决定说 那我试着把它做的很好看看 结果我回去熬夜 做了这张功课 很努力的做了这个功课以后 迟到了 从后面教室混进来的时候 叫同学把作业传到前面来 那个新老师在黑板上写 写一写 突然转过来拖一张作业 我就很紧张 怕他骂了 搞会把胖子给拉高 前面做个胖子 把他挡住 挡住 挡住 结果这老师转过来说 诶 这不是作业哦 我很紧张 这个是作品哦 我好像听错了 搞得把胖子给拉低一点 这个不是作业哦 这个是作品哦 第一次被称赞 超感动 从此我就告诉自己 这个老师的每一堂课 我都要做得最好 有一次 一个技能竞赛的机会 这个主任进来又叫第五排第四个 我是做到第五排第四个 他进来就叫第五排 一二三五五六吹 又跳到我跟最后面那边 每次都这样 好的都是永远叫这几个 就留下我跟最后面那一份 那我们在想 每次出公差也好 去比赛也好 总是这些人 为什么都不是我们呢 我跟后面摇摇香哦 我每次转头看后面那个胖子 但是我们总是希望说有一点机会嘛 总是希望自己有点成长的机会 结果过了三分钟后 那个新老师突然跑进来 来来来 成同学来来来 你也跟着去 明年看看 你今年先跟着去去去去去 就这样 这一排剩下最后面那一位 那么去了以后 程度比较差 当然不敢挤到前面 都挤在后面 后面就要看 因为能力比较弱 没有自信都不敢在前面 那么我们参加这个比赛 分为北中南山区 北部 庄部 南部 那么各区要取六名 好几百个学生来 好几百个学校来比赛 他要取六名 那么总共北中南 就会有十八名 十八名要决赛 再选出三名 这三名都可以保送国立大学 那么这三名再决赛两次 选出第一名 到国外比赛 那么到国外比赛 这样的条件就差很多了 如果你能出国比赛 像韩国的选手的金牌 有三千万的韩币 一栋一栋三层楼的航行 一栋三层楼的航行 谢谢大家